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里 这四格 是不是到时候我们要输入 直进去 这个文字方块 它就是可以输入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可以点新增 点了新增之后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当我在这个地方 点选这个新增的意思 是不是说我要把这个学号的内容 这个文字方块内容放到A2 然后呢 这个姓名放到B2 这个古文里面填的资料 是不是放在C2 英文文字方块里面的值内容 是不是要放在D2 我按新增是不是要做这件事 所以请问 是不是我要写新增这个动作 对啊 好那你就会说 那新增这个按钮的动作怎么写呢 很简单就快速点两下 这个新增嘛 快速点两下 你看 我再 做一次给你看 就是这个 我现在如果要写新增按钮 我是不是就快速点两下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写在这里面就好了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哦 很简单就快速点两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写清除按钮的程式 那就快速点两下清除就好了 因为 刚刚我用的按钮叫什么按钮 命令按钮 命令 命令 它绑的就是说 你可以再写程式进去 请问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也可以去写 可以哦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啊 通通都可以再复语去写 写例来说 我有时候还要去判断 这个输入空白的时候 让它怎么样 不可以按下新增 有时候还会做这件事 对不对 就是要求它一定要填完资料 内容不可空白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好 那我们就先学 新增这个按钮 请问一下 新增这个按钮 要写什么 对不对 你要知道说 新增这个按钮 我动作要写什么 很单纯 是不是说 填写的这个内容 要放到哪里去 要放到A2 可以哦 好 我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 这个内容啊 内容就是 把这个值 放到哪里 放到A2 所以请问 你是不是应该写说什么 这个A2 这个值 等于 这一个 的内容 可以吧 这句话真的 只要你听懂了 大概就要问我说 那怎么写 同不同意 我现在所讲这句话 就是 这一个的内容 我要把它放到哪里去 A2 好 所以呢 怎么做到 怎么做到这件事 等于说 A2 这一格的内容 等于什么 那就是 A2这样写 Cells 刮胡 A 要先写列数 再写 栏数 这就是A2了 这是不是列里面的第二列 栏里面的什么 第一栏 那不就是A2吗 电脑都是跟你颠倒过来想 先列再栏 我们一定是讲A2嘛 没有人讲2A 没有人讲2A 一定是讲A2 可是电脑 可是电脑刚好颠倒过来 电脑是讲2A 好 然后接下来 请问 这一格是不是等于 等于谁 刚刚我把这一格 叫什么名称 是不是叫做S什么 大写的T EXT 里面得什么东西 值 可以哦 那个值呢 是这一个 TEST 文字方块里面的内容 它叫TEST 可以哦 那请问一下 这边写好了一个 是不是要写第二个 再写第三个 再写第四个 所以这边要改成什么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要不要用复回圈来写 不用 不用复回圈去写 千万别用复回圈去写 请你们记住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讲三遍 就只有4个名称 对不对 就只有4个文字方块 不需要 刻意的再把它用复回圈来去写 倒是 这一个 等一下我要改写 万一 万一有第三笔资料 第四笔资料 对不对 那个值 要改写 我每次都要抓 现有资料 最下面到哪一格 对不对 还要再加一格 所以是这个列数 我要改写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要改写 第二个放的是什么 B那一栏应该放的是姓名 然后第三栏放的是国文分数 第四栏放的是英文分数 好我们来去执行看看好不好 现在重点是你是不是写完了 写完了你要去执行看看咯 那怎么样去执行 是不是点它 点它就可以去执行了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咯 你看咯 当我现在写 学号假设是3101 姓名假设是cam 然后 国文分数95分 英文分数99分 新增 你看当我点下去新增 是不是就做完了 帅吧 可以吗 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很快 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重点 只有一个重点 A2的内容是他 对不对 所以我只把这句话改写成成字 变成说 这样子的内容 变成这样子 A2的内容是 是他 对不对 他怎么写 就是S Test 点 Test 这是我刚定的名称 里面 那个文字方块的内容 现在只能执行一格 对不对 请你只要执行一格就好了 等一下我会改写的 好 请你们 现在动手 做一下咯 快点两下什么 新增按钮 来去写 刚刚 我打的内容 我打的内容 不是 你